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當農夫? 我叫陳正恩,在彰化大群長大 我小時候覺得長大就是考上好學校找個好工作 我也真的做到了 但在城市的生活,讓我覺得迷惘 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嗎?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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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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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好 我請問起頭,我回來見葡萄 好,好 好 爸爸,我感觉我跟学校等来见乎他 学年人,没有学校的 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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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代表要照一下喔 再照片照財富豪 OK沒問題 再見 其實我早已下定決心 我決定回家當一位葡萄農 這叫做財富豪 這叫財富豪 這叫財富豪 電腦好像財富豪 有這個財富豪 有啊 小人家用電腦在政府 有可能 你這樣太久了 現在要合理化是非 要賣多少都可以賣多少 你賣那麼多也是不好 這樣比較不夠 好夠比較好 沒有啊 像你賣那麼高 他那筋都去賣掉 那你賣一台也都賣賣掉 他那筋粉都不會去燒了 你贏那麼多沒了 對啊 我這樣 我這樣不太少了 一開始並不太順利 網路上有很多資訊 但也不一定是正確的 直到有天 發現農委會的網頁 福島計畫 即時從農 青春逐夢 關於葡萄 還有很多事要學 農夫的工作依然辛苦 但是心靈上的滿足感 無可取代 現在我們的價位就是 幫我做一個網站 讓消費者可以在那些網站 在這裡買 我們只要就是 用貨道復判的方式 他這樣我們就可以在這裡買了 怕去讓他這樣 我們就跌到輕鬆了 那些輕鬆的朋友來找一個 對 我約他們 下午要來 走 我對生活更有熱情 規律的作息 患得健康 陪伴家人的時間也更長 也找到一輩子的伴侶 剛剛葡萄園比較忙 讓大家等我一陣 不好意思 我們要盤子過來 來 大家來吃葡萄喔 謝謝 謝謝 這很乾淨的 你要吃看看 哇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們來 謝謝 當我再次嘗到 這些甜美的滋味 為什麼要當農夫 答案已經很明顯了 中田 可能就是很 與世無爭 然後 很快樂 會變成很快樂的一種生活 也沒有想過有什麼經濟壓力什麼的 那可是實際種了以後 覺得 其實並不是像想像中的那樣子 因為 一開始生活做起就不一樣了 你要很早就要起床 然後 然後 就是幾乎變成天亮的時候 就要去工作 對 那 假日啊 就是一般上班族有六日嘛 可是當農夫都沒有六日 就一開始其實很不習慣 因為 這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啊 那所以 會真的做這個事情 會覺得很 比較踏實 心裡會比較踏實 因為以前在上班的時候 總會覺得 那種不切實際的感覺 就是沒有踏實的感覺 那種真的是很空虛 那做了這個之後 真的是心情就穩定下來了 而且又娶到了老婆 對啊 也是因為 種了葡萄以後 才有交到這個女朋友 而且變了老婆 這是最大的收穫 我一個人 有幾乎 是因為 �法音論 限誤 太訊 пис了 整體 你們 找到得來 用